阿美如青年柳哲光 她以首蝶音乐巡回一眼提案 获得了立委刘赵豪 2019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 24号下午到了台东的长青养护中心 演奏她的自创曲目 立委刘赵豪也特别到场 和长青同工长者们共享盛举 也期待可以看见青年梦想的种子萌芽 成为台东的正能量 外形犹如炒锅铁盆的乐器 随着演奏者阿光的手指敲弹 发出清脆明亮的乐音 悠扬动听 由立委刘赵豪推动了 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 今年迈入第五届 自三月公布得奖名单后 得奖者陆续在台东各角落实现构想 阿美族青年柳泽光也是其中一员 提出以欧洲定制首蝶巡回艺演 推广音乐疗愈人心 获得评审一致青睐 太太本身之前因为住院的关系 我们在医院待了12天 所以我觉得想要透过我的乐器 把这个讯息 把这个声音给那些在医院 或是自己也在养护中心的人 给他们放松就对 帮助他们 24号下午巡回艺演第三站 来到台东长青养护中心 演奏自创曲目和圆明乐瑶 立委刘昭豪也特地到现场 与长辈们共享音乐盛宴 我们看见阿光非常专注的演奏 透过这个新颖的乐器首蝶 流出像海浪像流水像高山 像有月光一般的乐音出来 对阿光还有对我们所有的长辈来讲 应该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舞后 虽然肢体行动不便 但长辈们依旧神采奕奕 随着旋律打拍子 沉浸在美妙的乐声中 我们很渴望说这样子可以激励他们里面 让他们身心灵都可以得到安顿 那这些音乐音乐的响宴 比我们吃饭也更重要 那让这长者激励他们帮助他们 刘昭豪强调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 鼓励不同的想法萌芽 也很荣幸陪伴阿光 参与他的梦想 期待未来有更多有梦青年 为台东带来正面影响力 记得沙家会台东市报道